日前花蓮市有一对老夫妻骑着机车行进福建街和自由街口时 不小心看一辆汽车发生碰撞 导致后座83岁的老翁开放性骨折 还有气血胸的行星伤势比较严重 附近的居民听见剧场之后赶快出来查看 也拿出伞为老人家来遮阳 索性几箱人员及时到场 两人送医之后没有顺便危险 机车缓缓通过无耗制路口 没想到被一辆急死而来的银色轿车拦腰撞上 机车骑士跟后座乘客倒地不起 事故发生后多名路人立刻上前协助老夫妇 由于被撞的机车骑士陈老先生今年已经83岁 后座的骑士老伴也有72岁 两个人分别受到轻重伤倒地不起 现场有三位民众马上就撑起伞来 要帮老夫妇遮蔽正午的烈日 双方于入口发生碰撞 造成机车驾驶轻伤 负载乘客伤势比较严重 目前仍然在医院检治观察中 经调查双方驾驶都持有合格的驾照 而且检测也都没有酒精的反应 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2月28号中午10分 当下有多名好心的路人上前协助 骑机车的老太太全身有多处擦挫伤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不过老先生全身多处骨折 肋骨断裂还有气胸的状况 目前仍在医院住院治疗 至于事故发生原因及赔偿责任 还要后续调查厘清 记者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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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